台风夜里嫌犯大纳纳的将扭蛋机一台台搬上小货车 这起起案发生在凯米台风来袭当晚 三名男子因为缺钱花用又有毒瘾 因此将歪脑筋动到扭蛋机上 竟然到南港区一家夹娃娃机店门口 直接偷手价值共5万多元的4台扭蛋机 结果敲开林钱箱发现里面没有半毛钱 就再往内湖山区丢弃在路边草丛 却忘了把最值钱的扭蛋带走转卖 南港分局方面说明侦办经过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日前巡线查获 三名男子与台风夜窃取扭蛋机 经店家发现后报警 经查为三名男子因缺钱花用 趁台风夜驾驶自小货车至案发地 将四台扭蛋机窃走 并再往内湖山区破坏扭蛋机林田箱 为发现箱内无现金后 便将扭蛋机弃使路边草丛离去 然三名窃钱人南逃罚网 遭警方一一查获 警方调约店门口及沿路监视器画面 陆续逮捕三名嫌犯 三名嫌犯都有窃盗和毒品前科 警方已经依刑法加重窃盗罪 将全案含送40地检署侦办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